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五节 雅各为约瑟祝福的时候说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 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 地里所藏的福 以及生产如养的福 都赐给你 这是信仰的传承 约瑟传承了父亲的信仰 在渐渐的启示里 我们能更多地认识神 知道他 而我们的子孙 能在我们的教导下 在我们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 进到神 那测不得的丰富里 更多知道我们所未曾知道的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家庭第一 我们思想 家庭第一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 萨摩尔记上第二章 十二到十七节 以及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萨摩尔记上第二章 十二到十七节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灵胶和甘美》 《灵胶和甘美》 《喜乐和风影》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福知和全美》 《平安和回宫》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安息 安息 平安闻脱为仙人灵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使徒多见线靠住就安全》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月走月光明如日在中天》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安息 安息 平安闻脱为仙人灵》 《安息 安息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安息《安息》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新潮闭中心来回宫》 《安息在诸永久邦闭中》 安息 安息 平安温脱为先远离 安息 安息 安息在主永久隐蔽中 安息 安息 平安温脱为先远离 安息 安息 安息在主永久隐蔽中 三末记上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 以及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 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 凡有人献祭 挣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拿三尺的叉子 将叉子往罐里或顶里或符里或锅里一叉 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 凡上到世罗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又在未烧汁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 将肉给祭司 叫他烤吧 他不要煮过的 要生的 献祭的人若说 必须先烧汁油 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 仆人就说 你立食给我 不然我便抢去 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 在耶和华面前慎重了 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以利年慎老麦 听见他两个儿子 带以色列众人的事 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 伺候的妇人苟合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 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 我儿啊 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人若得罪人 有事实审判他 人若得罪耶和华 谁能为他祈求呢 然而 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桑姆尔剧上第二章 12到17节 22到25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 桑姆尔剧上的第三章13节 请看桑姆尔剧上三章13节 经文说道 我曾告诉他 必永远降乏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桑姆尔剧上三章13节 我们就与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桑姆尔剧上三章13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曾告诉他 他必永远降乏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桑姆尔剧上三章13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家庭第一 圣经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不能忠实地 带领自己的家 就没有资格去带领别人 换言之 不能有效教导自己的家 就不要向外发展 像以利这样的祭司 怎么可能会疏忽这个重点呢 以下是他的严重错误 第一 放错重心 以利偏重在教导同事和会众 而不是他的家庭 第二 错误其待 以利为他的儿子 生长在人的家中 所以自然会懂得一切 三 失败榜样 以利并未将工作时 教导人的 在自己家中活出来 四 盲目 盲乱 以利忙于工作 见不到自己的失败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马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家庭第一 这个题目 祭司的制度和献祭礼的整个体系 是要维持人跟神的关系 是出于神的恩典 神为犯罪的人预备了补救办法 其中包括建造会墓 制定献祭制度 并受命祭司担任这一切的执事 神怜悯 于蒙跟失明的人 要把他们挽回 祭司就做了神人之间的中宝 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 神派他们做着事 但真正成全的 乃是基督 立位支派中的亚伦和他儿子 被分别出来 担任祭司 其余的立位人 则做祭司的帮手 而立位祭这几个字的意思 就是关乎立位人的事 新约西伯来书的作者说 那头一层账目 做献金的一个表样 也就是献金时代的预表 来暂时预表基督 和他福音成就的大事 以色列人借着参与去体验 基督已经成就的 跟基督要成就的事 借着这些献祭礼仪 教导他们 他们将会见到什么 到了基督献上自己为祭的时候 人们看见了 就能彻底明白恍然大悟 原来所见的是指着基督说的 立位记忆里的献祭的礼仪 尤其是赎罪的礼仪 充分流露神慈爱的性情 以及他要恢复跟维系 与他子民之间亲密关系的决心 作为恩典的启蒙 祭司联动献祭的制度 主要就是为了集中百姓的注意 让他们明白亲近神和得饶恕的路 神暂时接受这样的赎罪方式 知道耶稣基督在石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 才真正满足了神拯救世人的心意 九月祭司在会幕里跟以后的圣殿里 天天这样献祭 等到公寓的太阳 耶稣基督来到 隐儿就消失了 越是上层的祭司越要谨慎 地位越高 责任越大 受告的祭司犯罪 最不可原谅 可谓罪家一等 他们要献贵重的公牛 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 就连祭司都有可能犯罪 他们要按手在牛的头上 承认自己本来该死 在神彰显他的大慈爱 愿意接纳 祭生的待死 祭司必须悔改 并相信这代数的功效 旧约的亚伦体系的祭司制度 不足之处有三 第一 这制度里的祭司都会死去 不能长久供职 必须代代相传 第二 祭司全都有罪 所以献祭之前 必须先替自己赎罪 然后才能为百姓赎罪 在律法下所立的祭司 他们本身是不完全的 他们都会有软弱失败 只在仪式上算为圣洁 第三 祭司要日复一日的献祭 一切的献祭 都只是基督来之前的 全一之计 反反复复 但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 就成全了 神虚可有罪有瑕疵的人 领受祭司的职份 他们之所以成为祭司 这因属于亚伦的后裔 并没有顾及属灵的资历 以利两个儿子的事件 是要让我们看见 地上的祭司不完全 祭物也不完全 而期待那位完美者来到 原来神赐下一个不完美的体系 为的是让属他的子民 生出一个期盼完美的盼望来 这暂时的 只用来做准备 只局部短暂的将那完美 最终的反映出来 所以西伯来书八章七节 作者才说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也就是说 如果头一个约没有缺点 就没有寻求另一个约的必要了 旧约或说前约 因为立约的人不能恒心遵守 就不能长久 只能是暂时过渡期的约定 保罗说 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天上的 等候那蒙英许的子孙来到 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的 他的原本用意是为了教人知道 人远离着神的公寓圣洁跟良善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他的消极功用 是要让人惧怕 不敢犯罪 不能叫人得生命 不能带来 神人之间那活泼的生命关系 所以 神要跟人另立新约 在这约下的百姓 最小的到智大的 都必认识神 从心里爱神 因为神赐下圣灵 在他们里面 他们就活了 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先知 祭祀和君王 他来成就了旧约的律法 借着所成就的旧恩 把我们带进新约里 神就按着自己的旨意 用福音真道 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活在新约里 约翰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神永恒的心意 就不停在旧约 而是要显明在新约 旧约亚伦后裔 虽然承受祭祀职份 却没有敬畏神 爱神的心 依然被罪跟死的律所挟制 以利不能管好自己的家 他的两个儿子是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 新一本圣经这样翻译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 不尊重耶和华 身为祭司 却不尊重耶和华 不认识神 不按律法规定献祭 自然是一点不让意外 这两个祭司不理会 当时祭司代百姓的规矩 有人前来献祭 在主祭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了 手里拿着三尺的叉子 把叉子插入烤盘里 或顶里或符里或锅里 叉子插上来的 祭司全都拿去 所有到赤罗来的以色列人 祭司都是这样带他们 还有 在焚烧之友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 对献祭的人说 把汽肉交给祭司烧烤吧 他不会像你要主过的 他只要生的 如果那人对普人说 必须先把汁油焚烧了 然后你才可以随意拿去 他说不行 你现在就给我 不然我就用抢的 这样 那两个青年人 在耶和华面前 所犯的罪很大 因为他们藐视 献给耶和华的祭物 而以利已经老了 听见自己儿子 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又听见他们 与在会幕门口 伺候的夫人同情 以利的两个儿子 跟会幕门前 伺候的夫人苟合 若不单是出于情欲 而是让异教之风 进到会幕的侍奉 像当年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 与摩亚女子所行的那样 让整个会幕的侍奉辩植 那就是更可怕的事了 神必定会向他们发怒 以利听见这风声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 我从这众百姓 听见你们的恶行 我儿啊 不要这样 因为我听见的消息 很不好 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 违背律法了 如果有人得罪人 有官长审判他 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 有谁能为他们 在神面前求情呢 圣经说 他们却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耶和华 有意要杀他们 当以利得知 他两个儿子的恶行后 只是以善言相劝 并不加以言则 让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这样的事 不能只是轻则 而要严肃处理 今天教会的丑闻 也是一样 以利却选择 看中自己的儿子 把神的律法摆到一边 没有坚持 两个儿子 必须按照祭祀的规矩行 知道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很快的 神审判的话 就临到以利 有神人来见以利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祖父在埃及 法老家做奴婆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在以色列众志派中 我不是拣选人 做我的祭司 是那烧香 在我坛上献祭 在我面前穿以福德 又将以色列人 所献的伙计 都赐给你父家吗 我所吩咐 现在我居所的祭物 你们为何见他 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叫我名以色列 所献美好的祭物费几呢 因此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我曾说 你和你父家 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我却说 学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日子必到 我要折断你的绑臂 和你父家的绑臂 说你家中 没有一个老年人 在神是以色列人 享福的时候 你必看见 我居所的败落 在你家中 必永远 没有一个老年人 我并不从我谈前 灭尽你家中的人 那未灭的 必使你眼目干瘪 心中忧伤 你家中所生的人 都必死在中年 你的两儿子 何佛尼菲尼哈 所遭遇的事 可作为你的证据 他们二人 必一日同死 我要为自己 立一个中间的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我要为他建立 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行 在我的受告者面前 你家所剩下的人 都必来叩拜他 求块银子 求个饼 说 求你赐我祭祀的职份 好就我得点饼吃 以利尊重他的儿子 胜过尊重神 以致他儿子们的放肆行为 玷污神的圣旨 使神的民受羞辱 所以神也不尊重他们 要听到他们家族中 祭祀的职份 前选萨姆尔 站待祭祀 萨姆尔虽然不是亚伦的后裔 却要承担祭祀的工作 并在神的指引下 重建祭祀 让祭祀的功能 重新被恢复 以利没有交好 他的两个儿子 没有为他们的行为 设立界限 在《逆转人生》 这本灵修书里 有一篇灵修短文提到 一个孩子 偷了一本课本之后 把他带回家给他母亲 母亲并没有处罚他 反而鼓励他 过了一阵子 他偷了一件披风 并把他带回家里给母亲 母亲又称赞他 孩子长大成人 他继续偷窃 价值更高的物品 直到有一天 他在刑切中被捕 后来 他被公开执行死刑 就在刑刑之前 他在人群中 发现他的母亲 他愤怒地对他大喊 妈 我第一次偷了 那本课本 拿给你的时候 你若是责打我 我今天也不至于 沦落到这个地步 更不会这样 可耻地死去 所罗门说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 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就是随时管教 云蒙迷住 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 可以远远赶除 所罗门又说 不可不管教孩童 你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 勉下阴间 这一二十九章十五节 所罗门还说 杖打和责备 能加增智慧 放纵了儿子 使母亲羞愧 十七节 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不要把孩童当天使 因为人从小时 心中就怀着恶念 管教的杖 要随时预备好 要主动介入孩子的生活 孝顺孩子敬畏耶和华 端庄顺服 要以身作则 以利怕事 懦弱的性格 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神定义 不让以利家剩下的人 再继续供职 后来以色列人 与非得士人争战 在亚福大受羞辱 不但败在非得士人面前 甚至约会被人掳走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菲尼哈 也都被杀了 那些日子 神的言语稀少 异象也不常有 以利听见神审判的话 也不打算倚靠神 献上一番努力挽回 而说 这是出于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这就是以利 没有带领儿子认识神 把责任都推给神 他的人生就结束在 听见以色列人战败 他的两儿子被杀阵亡 约会被掳 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噩耗中 若是按照神的圣约行事 何用为约会担忧呢 神不同在 所说判定的话 就必定发生 当我们该管教孩子的时候 当善用手中的权柄 单单不喜欢孩子做坏事 这远远不够 若是继续送荣 不加以禁止 苦果必然来到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若是继续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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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灵图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我们对你的尊重和藐视 就在一念之间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叫我们敬畏你心存谦卑 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你 把你给他们的恩典和尊荣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不但败坏自己 也败坏了许多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 主啊 你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愿你用水借得到 洁净你的家 持续对我们说话 说我们在你的训言引导下 能够过圣洁 荣耀你的生活 主啊 我们的不足之处 求主显出你的能力 我们需要的悟性 求你加添 你是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和救赎 我们再次恭敬 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 求主诗人带领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 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 在青草地上 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 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 虽然心过 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 走行 因为你与我 同在同行 你长避安慰我 你长避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认安慰我 虽然心过 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 走行